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谐标语画必报的文章 文章指出 谐标语画必报是红军素有的特长 不应该忽视这一工作对争取群众 瓦解白军的重要性 我们身后的这些 就是当年红军在遵义留下的各种宣传标语 红军在进入遵义城前 为粉碎国民党散布的种种调言 让遵义人民尽快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 红军先遣工作团在进入遵义城后 就发动当地青年学生 书写红军宣传标语 为红军大部队进入遵义城做准备 红军宣传标语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些标语言简易改 朗朗上口 感召立强 当时作为一种宣传武器 在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 发动群众 瓦解敌军等方面 发挥了其他因素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